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到了第十一个年头的时候引入了国际化的资本 我们现在是摩根斯丹利投资的唯一的一家国内的餐饮集团 也希望通过资本的助力将来会在整个的后期的市场发展上 取得更好的成果 所以企业的发展就离不开资本的投入了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不管是在哪个行业 一定是产融结合的发展 一定是产业与金融结合才能走到更远的路 最后一问题 国内一说很流行是打假嘛 那么你们对打假有什么策略呢 我觉得好的东西才有人会假冒 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去更好的去培育这个模式 而不是一味的假冒 我觉得仿造一个模式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完全的去假冒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 可能缺乏点商业道德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好的模式 希望大家能共同的去培育这个模式 谢谢 最后了 近上那么多年跟大家分享四个字 或者是感受 四个字的感受 从一开始作为一个厨师走到现在 我觉得用四个字作为代表 第一两个字是坚持 就是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这种初心 包括我的对事业的执着 第二呢是否定 在整个的经营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纠偏纠错 然后去做到更好的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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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擦 你可能不会 你看这个现在大家能闻到位 好好的 没事 我不懂 你不是谁 我会済到位称 你不是谁 是不是我 我会温柔里面 是谁 你说